最漫长的一夜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诗诗记》十九章十四节下 二十至二十九节 太阳下山时 他们来到便雅敏地的基比亚城 老人说 欢迎到我家来 你需要的一切都包在我身上 无论如何 不要在广场上过夜 老人就把他们带到自己家里 又喂了牢 他们洗完脚后 就一起吃喝 他们正高兴的时候 成里一群无乃包围了房子 他们使敬地敲门 向老人大喊 交出跟你一起的那个人 我们要跟他交合 老人出去对他们说 兄弟我 不要做这种恶事 这人是我家的客人 这样的事是可耻的 我女儿还是储女 还有这人的妾 我把他们带出来给你们 你们可以凌辱他们 随意对待他们 但不要对这人做这种可耻的事 但他们却不理会他 那个利美人就抓住自己的妾 把他推出了门外 成里的人整夜凌辱他 轮流奸污他 直到早晨 天快亮了 他们才放他走 天微亮的时候 那女人回到他丈夫 留宿的房子 扑倒在门口 躺在那里 一直到天亮 当他丈夫开门要走的时候 发现他的妾躺在那里 双手搭在门栏上 他就说 起来 我们走吧 他的妾却没有反应 于是他就把女人的尸体 伏在楼上 把他带回家了 到家以后 他拿了一把刀 把妾的尸体 设成了十二块 派人走遍以色列传境 吸每个支派各送去一块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好人与好婚姻 旧约圣经中这个怪异的故事 鬼怪莫名 让人读作毛骨悚言 尼美仁和妾的婚姻 以如此可怕的方式结束 让人感慨 虽然这个妾 曾经擅自离开尼美仁 回到父亲的家庭 但他也不应该 落得被一群无乃轮奸 更被设成十二块的恐怖下场 这个尼美仁 一点都不尊重爱惜他的妾 因为是他亲手将她推出去 交给坏人凌辱 以此来代替自己 之后 又亲自操刀将她支解 一个女人遇到这样的男人 真是太不幸了 如果不幸遇到不尊重自己 又不爱惜自己的配偶 应该怎样做呢 好人不一定得到好的婚姻 让我们不论在好或者坏的婚姻里面 都紧紧依靠上帝 将自己的事交托他 在好的婚姻里面 我们感恩 在坏的婚姻里面 我们求主连敏思恩 赐我们爱心 耐心 和力量去努力经营婚姻家庭 无论我们的婚姻是好是坏 都让我们不会忘记去到上帝那里 多谢您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您在我们Facebook 留下您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 拜拜